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美财经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在冠状病毒衰退之后 美国和中国正在推行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 而这与上次世界经济从震荡中复苏时两国的角色正好逆转 正在北京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两会 最大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持保守的百分之六的增长目标 以及更严格的政府赤字目标和较为克制的货币目标 这与华盛顿则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美国总统拜登在获得一点九万亿美元次级计划最终批准后 正在准备第二个重大财政方案 日益扩大的政策分歧正在给汇率带来压力 有可能重塑全球资本流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二零零七年到二零零九年危机中不同政策教训 美国当时经济复苏受阻 而且明显力度不够 让关键的民主党人得出结论 在刺激政策上必须要大干一场 并保持流动性 这一点至关重要 而对于货币政策而言 当时得出的教训正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所说的不要退缩 在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停顿 中国领导人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当年大规模释放信贷增长 导致基础设施闲置 所谓的鬼城到处都是工业产能过剩 债务过剩等问题层出不穷 虽然中国快速遏制了疫情 意味着经济在二0二0年不需要那么多的帮助 但是习近平和他的团队现在正在重新关注加强科技部门 并且处理债务风险的长期举措 而专家分析认为每个人都从上一次事件中集取了教训 这算是一种立场的交换 现在的政策组合使得人民币升值的理由非常突出 这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 目前专家预测中只为到年底对美元人民币升值 大约可至六点三八左右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高官郭淑青在年度立法集会开幕前几天强调 必须要解决金融体系内的高杠杆问题 郭淑青说人们对于房地产价格膨胀的担忧 以及海外资金涌入 利用中国资产提供溢价的风险十分之大 他还表示今年全国的贷款利率可能会出现上升 虽然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出现了飙升 但是十年纪律率扔不到中国的一半 而中国央行已明确表示放弃了西方国家量化宽松的政策 虽然中国央行继续调整政策 部分目的却是为了防止资产价格过度上涨 而现在面对货币升值的风险 中国将希望适时退出美联储超宽松立场 这不大可能很快就到来 鲍威尔在过去两周三次路面周都明确表示 美联储要把政策利率维持在零附近 直到经济复苏时 美国可能会向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的美元供应 随着大手笔救济方案以及计划中的长期后续措施 随着今年经济增长飙升至百分之六以上 鉴于国内生产受限 更广泛的经常账户赤字将成为压力罚 二零零八年危机之后 中国政府却推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财政计划 使得广泛的信贷空前高涨 但是到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中国政府表示不会这样做了 对全面刺激的坚默 后来变成了对于控制杠杆的协同推进 在二零一六年五月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文章 抨击过渡债务是在整个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埋下的原罪 这一篇匿名文章普遍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 刘鹤副总理所写 称通过宽松政策刺激经济是幻想 而现在随着中国成功的运用严厉的限制措施 来遏制住了冠状病毒 北京正在向其大流行病前的重点回归 也就是建设国内技术能力管理债务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GDP的激增也将提振中国的前景 今年前两个月对美国的出口与上年同期相比 飙升了八十七个百分点以上 快于中国整体不到百分之六十一的涨幅 对此花旗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则表示 美国火车头正重回正轨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时政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两会期间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临临总总 近日五十三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将教师节改为孔子诞辰日 以及辽宁省副省长陈向群建议对东北个人所得税减半的倡议 都属于大家十分关注的议题 而明报文章认为从这一任提案建议中 可以看到内地政治气氛的某种走向 被受关注到的是辽宁省常委兼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在人大辽宁团会议上提议给东北个人所得税减半一事 像他这种在政党当高官 很少公开在两会提出此类提案 这种提议一般都是退休官员企业家或学者来做 虽然东北经济低迷人口严重外流 从振兴东北的角度来看减税并非大逆不道 但是在内地官场明报文章认为大多是奉旨放风 擅自发出这种可能让中央被动的言论需要一定勇气 而文章认为从陈向群的个人履历来看 比较接近副部级官员退休的六十岁大县 文章分析指按照一般规律 越有升迁机会的官员越会谨慎言论 而临近退休前期的官员才会比较敢言 再要为您知道的同样是与中国政治相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人大常委会将扩大对国务院领导层的人民权 两位正在审议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 提出授权人大常委会在人大闭会期间 除了可以决定部长人选之外 还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 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发表人大工作报告 重申人大常委坚持党的领导 更紧密团结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周围 也呼应了这种氛围 根据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三月五日在人大会议闭幕日上 作有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说明 形容完善人大组织法是人大及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举作 同时特别强调要确保人大工作的政治方向 根据报道这一项修改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任命权限 现在的宪法规定在人大闭会期间 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沈记长秘书长等人选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 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而分析人士则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往只可任免国务院部委首长等部级官员 但修改组织法后副总理国务委员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也可以任免了 按照规定人大常委会通常两个月召开一次 有特殊需要可以随时加开会议 这意味着在人大闭会期间 国务院领导层也可以随时出现变动 再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科技有关的消息 根据福布斯杂志在三月八日报道 施密特在接受主播扎卡利亚采访时警告说 鉴于中国在二零一七年设立的目标 计划到二零三零年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市场 美国在未来十年可能会相当快的失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他同时强调美国在机器人学人脸识别技术超级计算机方面也落后于中国 这些技术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 他表示美国政府至今没有对人工智能技术做好准备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制造和传播有害信息 可能会对民主构成威胁 还可以被用作战争武器 他呼吁国会将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科研预算 从今年的十五亿美元逐步提升到二零二二年达到二十亿美元 之后每年翻一番到二零二六年要达到三百二十亿美元 他表示除非我们在联邦政府和国际安全层面集中精力研发人工智能 否则这是国家紧急状态 是对国家的威胁 比如这些技术是在中国建立的 那么他们将不一定会遵循我们的隐私规则或道德规范 同时施密特还特别预警中国5G技术可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 他强调估计中国在5G领域比我们领先约十倍 这也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 同时他号召为电信公司提供必要的贷宽和资金以实现扩展目标 他强调在5G领域我们美国可能已经输了 情况非常糟糕 施密特强调美国政府需要在某种形式上资金提供帮助 需要让私营企业来创造一些东西并取得成功 他强调私营企业是美国的强大力量 行动比任何一个政府都快也更为全球化 我们需要全球化的平台 被迫使用中国的平台将是异常灾难 说到商业再来关注到中国美国商会调查 根据这份调查 尽管对拜登总统领导下的中美关系改善抱有一定乐观态度 但是中美紧张局势仍是在华美企的首要担忧 商会周二在北京发布的年度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 半数美国公司对于未来两年双边关系 可能对其在华业务产生影响持悲观态度 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受访者表示乐观 有百分之五十的受访者预测 在华盛顿领导层换届之后 今年中美关系基调可能会有所改善 而去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受访者认为 中美关系会有所改善 但悲观情绪仍然存在 美国商会中国区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企业的谨慎态度反映了一种信念 即使是在拜登的领导下 可以回归更传统的双边关系和外交 但是我们并没有回归到低水平的紧张关系 大多数受访者报告去年在中国赚了利润 不过五分之一的受访者遭遇了亏损 高于二零一九年报告亏损的百分之十一